它这个无矿玻璃也是非常的时尚 就这会儿在打方向的时候 感觉比较容易无处 这个空调时不时的就会有动动动动 什么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叫张科 从事工程管理类的工作 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到山里壮壮 放松一下自己 如果你也想投稿 就请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超纸礼包等你哦 当时购车预算的话 在25万左右 当时选择新能源车 觉得摇油车指标的话比较困难 被选车显然除了极客 还有两台车一台是比亚迪汉 还有一台是小鹏的P7 比亚迪汉的话内饰有点过于老气了 用料的话可能觉得达不到个人的预期 然后所以就给pass掉了 小鹏P7的话 后排空间包括后备箱空间稍微有点小 有一次偶然期间看到了极客的展车 不管是颜值还是车内空间 个人都非常满意 家人对续航这块比较顾虑 所以就选择一个续航比较长的一个车型 所以就选择了极客的超长续航单电机版 15000的官方优惠 还有1万多块钱的新能源补贴 钱价比是超级高的 这辆车的使用场景一般就是正常的上下班待步 一天一来一回就不到30公里 也就是一个礼拜冲一回电 冬天的话 目前空调开到20度 高能量回收 基本上能达到450的续航 感觉就是冬天来说 就是打折不是一个很大的情况 感觉是相当优秀的 因为家里有充电桩嘛 感觉比油车加油还要方便 加油还得在那等 电车的话充电枪一差 第二天一把 同时用还是相当方便的 家里有一辆油车 有了极客之后 开内车相对来说就少得多了 这辆车我最满意的一点 就是它的续航 它这个内饰是个人比较喜欢的 就是非常的简洁大方 看到这个中控屏的尺寸也是比较大的 它这个页面操作还是比较简介的 有一个HUD 就它显示的信息非常多 就包括导航呀速度等等一些信息 它这个无矿玻璃也是非常的时尚 还有它这个全景天幕 尺寸也非常的大 而且这个天幕的话 个人感觉在阳光很足的时候 后排也不会觉得晒 隔热效果还是非常好 还有标配的21寸轮毂 尺寸很大 轮毂的样式 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的 很有科技感 就这种刀锋式的样式 座椅的话都是哪怕真皮 质感还不错 就是腿部空间 我个人感觉也是非常的充足 还有一点要说的 就是它这个靠背 后排角度是可以调节的 调节的按钮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后边坐人的话 舒适性可以大大提高 它这个后备箱是电动的 按钮在这个标的下方位置 然后还带有后备箱机翼的功能 后备箱空间可以看到 也是非常足的 然后左前这个慢充的充电口 还能实现放电的功能 非常方便 缺点的话 不知道是填充物的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褶皱是比较明显的 它这个车机 感觉优化的还不是特别好 就有一些 按键什么的 它还是会有卡顿的情况 这个空调时不时的 就会有动动动动 就是那种比较明显的异想 听前后说开到三等可以有缓解 确实是有缓解 当时说的是12月底 可以OTA开放辅助驾驶功能 包括ACC 还有这些车道便利预警 各种辅助驾驶系统 但是现在都已经1月中下旬了 所有的功能还都没有开开 就这会在打方向的时候 这个区域因为它是有触控的 比较容易无处 已经无处过很多回了 左侧门板这个位置 就刻的叶已经很多了 现在套了一个套 最远是这个周末带父母去的先去的怀柔 大概一圈的话 将近300公里 然后表显的话是掉了4代50公里的续航 各个人还是会把这辆车推荐给亲戚朋友 就是我买车 我买东西是一个非常看重性价比的人 然后迪克这辆车 也确实是符合这一点 就是用最少的钱买最多的东西 谢谢